走进海南西部的千年谷港 白马井港 探访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牧鼠研究室里 看他们如何帮助钢果部等非洲国家提高牧鼠产量 牧鼠食品实验室里 品尝非洲朋友最爱吃的牧鼠美食 它真的跟面团感觉不一样 走进菠萝米园 看马来西亚引进的菠萝米果如何香飘四海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第138集 千年谷港 瓜果飘香 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一带一路设置组 离开海南省林高市 这一站来到了丹州市 丹州古称丹尔郡 其历史可以追逐到汉代 是海南岛建于汉代的两个郡之一 陆地面积为3000多平方公里 是海南陆地面积最大的一个市 远方的家一带一路设置组 这一站来到了海南省丹州市 丹州濒临北部湾 拥有200多公里的海岸线 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补给站 如今我身后的这片海域 已经没有了当日船只往来贸易的繁忙景象 但是历史留给丹州的记忆 仍然可以从这里独具特色的物产中看出 被海风吹拂穿梭于叶林之中 我们此次在丹州的行程就从这里开始 在丹州西部2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上 有一个葫芦形海湾叫丹州湾 丹州湾水域面积为41.14平方公里 因其深入内陆 这里形成了一个天然的优良避风港湾 最大可以躲避12级的台风 丹州湾拥有白马井港 青鹰港等几个山港和渔港 其中白马井港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古港 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 海南岛西线上的重要中转站 据说白马井港名字的来历 和福波将军马园有关 跟随丹州市的文史专家谢有造老师 我们来到了白马井港附近的白马井 这里就是白马泳泉了 旁边还有两幅对联 白马泳泳流胜吉 这个白马泳泳起来 他把那个那个龙溪场挖出来 就留下这个来 泳泳 对 留下这个胜吉了 永远甘业波芳名 他留下了一种什么时候 新甘田 留下这个名 他这个呢 汉秀云台苏大将 因为跟他来的一个大将 这座老 劳动的老 像 那叫做 也是一个将军 还有马井 有甘存啊 你这个大将打的打起来 还是不够啊 这个有甘存啊 留了久 所以白马井 真正的来源 那叫从这里来 公元四十年 焦纸郡 也就是今天越南北部 红河流域一带 发生了叛乱 焦纸郡 落将的女儿 聚众造反 入侵海南 英勇山战的马园 被汉光武帝 任命为 辅波将军 率兵 前来平乱 据说当时这里 是一片白沙 正值盛下 全军 饥渴难耐 危难之际 辅波将军的坐骑 一匹大白马 腾空而起 跑到一块 长有龙须草的沙地上 用潜体 跑出了一眼清泉 解了全军之捆 因为当时单周有600公里的海线 很多地方还到现在还很宽凉 但这个地方很繁荣 有一港 有三港 可以跟东南亚 在生意的从这里出息 归功于这个福波将军 马园每攻下一线一郡 便废纸科政 兴修水利 造福当地百姓 为纪念马园 后人修建了福波将军了 并在全冰绝境 取名白马井 白马井港 由此而来 谢老师说 白马井港是当时海南到越南 距离最近的一个港口 从西寒到唐代 无论是商船还是渔船 大多是从这里去往越南 并辗转东南亚 历史上 海南岛西部所产的沉香等物资 也都从这里走向海外 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 这里还有直达越南的货运航线 近些年 随着周围 杨浦港等商港的兴起 白马井港 逐渐转变为渔港 这个鱼为什么是冰凉的 是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吗 哦 全家的冰凉 你看这乌鱼真的非常的新鲜 我的手上里已经沾到前 是乌鱼的墨水了 这些鱼鱼产自北部湾 北部湾位于海南岛西部 是一个半封闭的海湾 从那里捕捞回来的鱼货 主要有红鱼 带鱼 码头鱼等数十种 这些鱼货上岸以后 就进入了码头上的水厂公司 经过加工后 相往中国内陆 以及韩国 日本 美国等地 这个颜色好漂亮 这什么品种的鱼啊 这个是有美鱼 可以拿一条起来看一下吗 嗯 换到那个鲜来这样 哦 对 你看它这个嘴里面 每一个鱼里面都有一条小鱼线 最值钱的鱼的 最值钱的 这个一斤多少钱 二十多块钱一斤 它的营养价值很高吗 红鲤鱼也称二长几雕 一般栖息在海底 二十到七十米深的泥沙水域 红鲤鱼刺少 肉质金岛 是中国南海的经济鱼类 武警局是附近的渔民 今天来码头收购鲜鱼 他告诉我们 在白马井最为出名的当属红鱼 用红鱼做成的红鱼竿 是过去人们远洋航行史 尝试的事物 武警局在码头附近 开里加水厂公司 专门加工带鱼 红鱼 马娇鱼等深海鱼 在他的公司里 就有正在晾晒的红鱼竿 刚刚吴阿姨带我来到这个房子的楼顶 这个红鱼竿跟我平时看的 晾鱼竿的方式还不是特别一样 它是把这个鱼给割开了是吗 整条都切开了 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挂这个红鱼呢 这种方式挂晒的时候就容易 而且一来是为了卫生一点 卫生 第二呢就是这样晒的话 容易能够吸取更多的阳光啊 丹州红鱼竿历史悠久 过去没有低温储藏设备 人们补到红鱼以后 把鱼肚剖开晾晒成干 红鱼竿味道香醇耐储存 过去从丹州处罚 或者竟由丹州中转下南洋的船只 红鱼竿是船上必败的美食 成为了很多华侨记忆中的家乡味道 如今虽然可以品尝到新鲜的红鱼 但红鱼竿依然是丹州人的最爱 这个鱼像晾成这样的一个效果 一般是放了几天了在这边 晾上了几天了 已经晒了 今天已经三天了 那是不是马就可以收获了 差不多了 今天如果天气好 今天下午就可以收了 我看这边除了晾挂的这些鱼竿 还有这些切成条的 这个切成条是按照客户要求切的 这样为了方便 你看这样一种摇回去它很难切是吧 红鱼颜色喜庆 每逢过年 丹州人喜欢在家里挂一条红鱼竿 寓意红韵当头 绵绵有余 用红鱼竿做成的各色菜肴 也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 福伟方是吴锦局的外甥女 他和吴锦局热情地邀请我们 去家里品尝红鱼饭 这个客厅还蛮宽敞的 我看里面也是吗 这个项子很深 里面在里面是厨房 进来的感觉就是这里特别的凉快 通风特别的好 这是一幢四层楼房 福伟方和吴锦局一家人住在这里 吴锦局说 白马井背靠大海 物产丰饶 只要肯吃苦流汗 收入还是比较可观 福大姐带我来到他们家 是要给我做一道 当地特别传统的红鱼菜 我看这个用的食材也特别的简单 有生姜 蒜 葱 五花肉 这是五花肉吗 红鱼 这个红鱼现在是用水泡着在的 刚晒干的红鱼它本身就很硬是吧 所以用水泡着把它泡软一点 我就泡五分钟 最多五分钟 红鱼干不仅可以单独成材 还可以搭配各种食材 做成红鱼包饭 红鱼木瓜汤等等 今天傅伟方给我们做的 是他最拿手的五花肉炖红鱼 首先把泡好的红鱼干切成段 再把五花肉切块 我们首先是要把油烧热是吗 先倒一点油 放一点点油就行 不要放太多 因为五花肉围成它就有油 对对对 这五花肉看上去挺肥的 因为里面的油也不少 把五花肉里的油煸出来后 倒入准备好的红鱼干 再加入葱 姜 蒜 料酒和酱油 翻炒两分钟后倒入水 用小火炖煮二十分钟左右 五花肉炖红鱼就做好了 傅伟方又麻利地炒了几个菜 不一会儿 热气腾腾的饭菜就上桌了 吴景菊的儿子刚好在家 大家围坐桌前 一起品尝地道的红鱼饭 谢谢 谢谢 这个我看是红鱼干 我来先尝一口 香吗 这个红鱼干 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它没有那么咸 味道淡淡的 但是还挺鲜的 但是肉呢 可能因为它是干红鱼 所以比较硬 红鱼肉质筋道 里面夹杂着猪肉的香味 味道非常醇厚 吴景菊的丈夫常年出海在外 儿子平时帮助他打理工厂的生意 怎么想起要做红鱼产业的呢 红鱼产业是我们已经有几百年的日期以来的 您父母也是从事这个红鱼的制作吗 我父母 我的奶奶爷爷都是做那个红鱼 祖祖伯伯都是这样下来的 吴景菊说 他十三岁时就挑着担子 走街串巷卖鲜鱼干 凭借着吃苦耐劳的精神 生意越做越大 如今他们加工的红鱼干 马轿鱼干等产品远消海外 千百年来 古老的白马井鱼港 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兴衰 如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凭借着努力和汗水 享受着大海的馈增 探访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牧鼠研究室 看他们如何帮助钢果部等非洲国家提高牧鼠产量 牧鼠食品实验室里 品尝非洲朋友最爱吃的牧鼠美食 哎呀它真的跟面团感觉不一样 走进菠萝米园 看马来西亚引进的菠萝米果 如何相飘四海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 第138集 千年古岗 瓜果飘香 正在播出 单州市位于海南省西北部 年平均气温于23摄氏度 属于热带气风气候 非常适宜热带植物的生长 听说海南热带植物园里有来自40多个国家的 约2000种热带亚热带珍稀植物 是海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研究基地 这里的牧鼠研究室 致力于帮助一些非洲国家选于牧鼠优良品种 在植物所王庆龙老师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植物园 听他介绍 园区里有国家级珍稀宾微植物50多种 热带花卉750多种 其中大约80%都是从国外引进的 主要有来自哪些国家的树种呢 主要来自南美洲和东南亚和热带非洲都有 包括一个现在我们讲的一个植物的基因库很重要 种植物的基因也很重要 一个国家掌握了一个植物的基因 就掌握了一个很多的基因库的这个意思 这是当初引进这些树种的目的所在 对 王庆龙介绍 基因库的建立 目的是为了保存各种热带种植资源 并由这些资源进行开发利用 为中国的农业 以及医药科技等各方面提供技术支持 丹州热带植物园分为热带珍贵树木 热带香料植物 热带药用植物 和热带观赏植物等七个园区 其中外来引进植物约1600种 这些植物的背后 还有很多故事 像我们面前这个叫糖 糖椰子 糖椰子 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糖椰子 因为它这个椰子 它的糖量很高 这就是它的果实 对 我们拿起来看一下 你看这果实可能 外形很像个椰子 对 很像椰子 但是好像手感不是特别像 因为它里面是软的 对 软的 软面棉的 然后外果皮很光滑 这是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 你看看 你看一下 它这里面有点像丝瓜的感觉 更像蜜糖蜜 你看一下 老师这个味道好奇怪 我闻了一下 怎么感觉它特别特别的甜 它可以吃 可以吃吗 糖椰子又叫善叶糖棕 是棕榈科长绿热带植物 原产斯里兰卡 绵甸等地 糖棕是优良的热带景观树 其粗壮的花絮和果实 可以制糖酿旧 20世纪50年代 在植物园建园之前 中国并没有种植 糖椰子树的历史 而我们这面型的几颗 糖棕是这个 在六几年的时候 这个金浦寨王室 作为这个外交 这个给我们的礼物 西哈努克是柬埔寨前国王 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20世纪60年代访华时 得知中国境内没有糖椰子树 便于再次访华时 专程带来了850颗糖椰子种子 赠予中国 如今这些糖椰树种子 已经长成参天大树 成为终简有益的见证 王青龙是药用植物专家 他带我们来到了 热带药用植物种子资源谱 这里有大约1200种植物 其中不少是国外引进的 这个是我们所用 这个非洲引进的 一个植物叫红叶木脊 它这个叶形很特殊 你看它是紫红色的 对 然后它有个药用 就是它的叶子里面 含有这个叶酸含量很高 叶酸就是对小孩婴儿 这个神经这个神经系统 发育的时候关键的 嗯 怀孕的时候可能需要它 对 其实我们正常的肉也可以吃 它对这个新这个油脂啊 这个植物油脂有个好处 所以我们可以吃啊 啊 老师直接就吃进去了 对 我给你试一下 很不错的 酸酸甜甜的 叶酸含量很特别高 真的吗 对 这叶子好酸啊 红叶木脊 是大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 作为观赏花卉引入中国的 后来主要用作药物研究 由于红叶木脊富含叶酸 有不少企业和资源谱联系 想作为木本保健蔬菜 对它进行开发利用 除了从外面引进来的物中 植物园里的红豆扣 高粱浆等植物 还曾作为花卉或药材 被引到非洲东南亚等地区 王青龙介绍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 牧鼠研究室里里悬育的牧鼠 主要面向非洲国家 在植物园的旁边就是牧鼠研究室 研究室里的张老师 带我们来到了牧鼠试验田 这个牧鼠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因为我没有见过牧鼠 我见过红鼠 红鼠是属于那种像藤蔓植物 是趴在地上的 但这个牧鼠好高啊 它是果实是结在树上吗 牧鼠我们用的它不是它的果实 是用它棚大的根 牧鼠马铃鼠跟甘鼠 是世界上三大树类作物 在我们国家面积不是很大 但是在世界上的面积很大 每年有2.5亿吨 主要它是在非洲跟南美洲 咱国家不是很多 牧鼠又称南洋鼠 树鼠 是大几棵植物的快根 它原产八戏 19世纪20年代引入中国 主要生长在 年平均起温 为25到30摄氏度的热带地区 中国的福建 广西 广东等地区都有栽培 这么浅呢它的根 而且它不止一条 你看 这里还有 我通常见到的红鼠也就这么大 我当时还拿木鼠跟红鼠对比 这么一看的话真的是没法比 这种木鼠叫华南九号 因为蒸鼠后成金黄色 因此又叫黄金木鼠 木鼠快根的淀粉含量很高 占重量的30% 木鼠研究室自主研发的木鼠有17种 这个华南九号是其中一种 但还不是最高产的木鼠 据说最高产的木鼠 每产量可达三吨 它整棵 整个植物都有毒 有毒性 我们在这个本草干木里面有记载 整个植物它是有毒性 就是说可以来做防止一些什么 这个做个毒害的一个处理 整个鼠的话 它这个皮 占了百分之 差不多90的毒性是在这一块 所以我们要把它弃掉 所以弃掉的话就弃掉百分之90 90左右了 所以吃这个还是比较安全 为什么要弃掉这个皮 因为它这个里面含有一个 我们学术上叫糖肝 糖肝里面在一个 有一个酶的作用下 它就会产生氢化物 木鼠的表皮含有亚麻仁苦肝 与糖肝酶作用后会产生氢化物 张震文老师介绍 木鼠去掉外皮后 快根放入水中浸泡一天 其有毒成分便可浸泡出来 随后切片晒干 加工成木鼠粉便可以放心食用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 和国际食品发电委员会 以新鲜木鼠中 氢氢酸含量的多少 将木鼠划分为甜木鼠和苦木鼠两类 其中氢氢酸含量 小于每公斤50毫克的为甜木鼠 大于50毫克的则为苦木鼠 华南9号属于苦木鼠 张老师说 旁边的地里种的就是甜木鼠 这个木鼠感觉 比刚才那棵小枝多了 这种的比较慢 而且它不是用高小三千的一棵心 我给它叉来看一下 好 现在张老师把这个木鼠挖出来之后 我觉得它有点像莲藕的感觉 好 听到一个很脆的声音有没有 咔叉一声 对对对 因为它含尖量很高 看到这边没有 感觉水水的那个 对 能看到 而且你看我这么一挤 你看 你看 都有水分出来了 这种甜木鼠又叫水果木鼠 清洗后可以去皮生吃 试一下 可以尝一下 嗯 哎 这味道真的有点像梨子 是吧 而且脆脆的水分非常非常的多 不苦吧 不苦 这个不苦 这个微甜 也不是特别的甜 对对对 你说的对 这种水果木鼠是从巴西引进的品种 吃上去清脆甘甜 目前它还处于科研试验阶段 接下来 木鼠研究室将杂交选一出新的水果木鼠品种 在中国东南沿海大面积推广 木鼠在中国主要用来提取淀粉 在很多非洲国家 木鼠是主要的粮食作物 木鼠研究室的苗圃 是农业部命名的国家种植资源谱 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 您现在是在做什么工作呢 我去做一些那个种植调查 种植调查 这个时间那个 以水比较多以后 它对着有些种植造成一些影响 所以我们做些调查 在木鼠研究室种植资源谱里 汇聚了来自瑞士 哥伦比亚等几十个国家 约700多个木鼠品种 薛茂甫是木鼠研究室里的 栽培育种专家 曾经在钢果部工作了三年 我在非洲的钢果部工作了三年 一直待在非洲待了三年吗 因为我们那里就是有一个 就是中国原建的 这原建我们叫做 中国原钢果部农业 释放技术中心 那里主要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那里我们就木鼠的 主要是做这个试验 释放 提果 与肥顺 2006年11月 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 中国决定帮助预会非洲国家 建立一批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呈建了中国原钢果部 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项目 钢果部位于非洲中西部 面积为34.2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470万 木鼠是当地最主要的粮食作物 我们从钢果当地收集了十多个品种 做一下试验 因为我们就筛选是有两个 两个品种 一个就是汉活跃病的 一个是高散的木鼠品种 因为活跃病的在非洲 它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病 对这个散量影响非常大 现在我们人体的癌症 得这个病的话就没救了 如果你到了这个活跃病 如果你这个品种抗病的话 它产量可能就减少80% 可能甚至有些都没有 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位于钢果部首都 17公里外的贡备农场 示范中心于2011年建成后 薛茂富和其他农业科技人员 把海南的牧树 西瓜 玉米 辣椒等农作物 带到那里 教当地农民种植技术 薛茂富在钢果部 帮他们选语出高产 抗花野病的K265 和I93两个品系 到了一年 他就打电脑给我们 说你有风过来看笑 接到这种电话 一定非常的开心 他说你过来看笑 我做的木树跟你差不多了 他就感觉到说 你这个技术 得到我的愿口 所以说 现在很荣幸的 哦 写到这个技术了 经过一年多的精心辅导 木树产量由平均母产0.6吨 提高到2.4吨 当时在非洲工作三年 工作过程中 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要说非洲的话 实际上困难是很多的 首先就从这个 就文静这个条件来说 要非洲它写水 写水写电 经常是断电的 像我们刚刚去非洲的时候 连是15天没有电 我们就是平时就 打个手电筒 往上打个手电筒 也没有水 没有水 我们就只能是他们当地自己都准备那个水井挖好的农村那里提水 没有空调 没有网 没有 没有 电风扇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对对对 那您当时遇到这些困难 有没有想过放弃呢 没有 因为我们去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颗那种一个恒星 去了 因为我们代表的是国家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我们去了 要对的是国家 最起码我们是国家派的 工作人员 我们为了一点困难 我们就放弃 目前这两个品种 已经在刚果部首都布拉柴威尔附近市中 不久将在全国大范围推广 除了刚果部 牧鼠研究室还与2014年 先后派驻几位专家 前往乌干达提供技术服务 2016年 他们还与中思企业合作 在尼日利亚阿布甲 合作建立科技示范园 准备建立一个牧鼠清洁生产示范中心 就是自从我们有建了这个 中国刚果部这个示范基地以来 我们国家就是在 在延飞这一块 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工作 就是我们先后 我们中国这代农业科学院相互培训了五十多期 总共大概两千多人吃 它有的是学习以后感觉还不错 又来学习另外一种技术 在非洲 人们不仅食用牧鼠的快根 炒牧鼠叶也是当地人们最常吃的一道菜 牧鼠叶片中还富含青花素黄铜类物质 这两种物质都具有抗衰老的作用 深受人们的青睐 牧鼠研究室希望把这两种物质提取出来后 和刚果部等国家进行合作 加工成片季或者胶囊进入市场 帮助当地人开发牧鼠潜在的经济价值 如今牧鼠研究室还在研究牧鼠食品的深加工 在帮助非洲人民提高牧鼠产量的同时 让他们有更多的选择 吃得更加美味健康 这几个是我的同事 他们正在做这个牧鼠食品 你好你好 我看这边有饼干还有月饼 这全部都是拿牧鼠做的 对牧鼠粉 牧鼠全粉 这个是我们新牧鼠 鲜牧鼠汁 我来尝一口 这个还是热的 对对热的 我觉得这口感很润滑 然后喝一口就直接就到胃里面 很舒服暖暖的 很适合冬天喝 这些牧鼠食品都是牧鼠研究室研制的 科研人员已经研制出一百多个品种 其中牧鼠蛋糕等六项食品 已获得了国家专利 薛茂富说 在钢果部 牧鼠食品的加工方法非常简单 把牧鼠粉和其他食物混合加热后食用 如今牧鼠研究室已经在乌干达推广牧鼠食品 并教他们如何制作 当地人比较喜欢的是牧鼠饼干和牧鼠蛋糕等食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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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软 好松软的感觉 这里面还放了红豆 是吗 还放了红豆 增加了一些它的感官 口感 我来尝一口 怎么样 还不超好 它真的跟面粉感觉不一样 不一样 它里面像加了奶酪的感觉 没有没有 绵绵的 没有吗 没有加 但真的口感像加了奶酪 是吧 甜甜的 然后糯糯的 软软的 特别好吃 是是 跟面粉真的完全不一样 对对 王李霞说 牧鼠粉看上去和面粉颜色基本相同 但让它发酵并不容易 像这种牧鼠蛋糕 他们大概试验了上百次才制作成功 牧鼠在中国的种植面积很小 牧鼠食品在市场上也很难看得到 但作为一种富含抗氧化物质的杂粮食品 牧鼠食品在国内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我们希望在牧鼠研究室工作人员的努力下 牧鼠在解决更多人的温饱问题的同时 能够给更多的人带来健康 走进波罗米园 看马来西亚引进的波罗米果如何相飘四海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第138集 千年骨感 瓜果飘香 正在播出 丹州不仅是热带植物资源的宝库 也是很多热带水果的主产地 我们拍摄的时候正是波罗米收获的季节 在系列农场薛洪尚老师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一个波罗米种传 这一棵小小的树干上面挂了好多波罗米 一匹果的起码就六七个到五到十个 就一个树干上面吗 不是一棵树 一整棵树上面 一般大概是有五到十个果的范围 波罗米最初原产印度 在海南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波罗米也叫木菠萝 树菠萝 由于个头较大 被誉为水果中的果实之王 老雷大哥 这个在干嘛呀 这个在拆过 这个多重啊大概 四五十斤 好快啊 慢点慢点慢点 哎呀我虽然也帮不上什么忙 好嘞好嘞 这个也成熟了吧 这个是六十斤 六十斤 徐老师介绍 他们正在采摘的波罗米 是二十世纪末从马来西亚引进的品种 名叫马来西亚一号 马来西亚一号生长比较快 只要管理得当 做过后在三个月内 并可长到五十斤 达到波罗米采摘的标准 您是怎么选取 说哪一个成熟了 怎么看出来的呀 这个很明显的嘛 它这个钉已经开始膨胀 已经裂到这样了 已经够老了 对它这个表面 已经没有那种特别刺手的手感了 像这样的果就实成了 实成了呀这个 波罗米表面的这些果丁 触摸起来不扎手 就说明它已经成熟 孙蓬丽是附近的村民 他负责的这片果园 大约有一百余地 近两千颗波罗米树 他告诉记者 当地的波罗米产量高 一记每亩能接大约两千公斤果子 孙蓬丽原本是一位熟练的割胶能手 几年前他发现波罗米相比芒果木瓜等其他热带水果 产量高价格稳定收入有保障 于是他便来到种植园管理波罗米 如今每个月有七八千年的收入 听说我们远道而来 孙蓬丽扎了一个波罗米 请我们品尝 哇 原来波罗米里面长这样 我第一次见过 他的包很好了 我在超市一般都只能看到那种包好的 张园盒子里面的波罗米 这切开我还真是第一次见 薛洪胜介绍 波罗米打开后 除了中间的白色胶脂部分不可以吃 其他地方都可以食用 你看 特别像一个巨大的芒果 有没有 因为我们切芒果也会这么切 芒果那果盘呢 对 我怎么吃 我可以直接咬吗 放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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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手抓一个个来做 我先抓一个这个 好嘞 你看这个包很亮呢 你看它 它的色彩很 金黄金黄 像那个黄金的 我第一次吃波罗米是用稀的 因为里面的水分特别特别的足 而且它的果肉是 有一点点脆脆的口感 对 波罗米全身都是饱 果肉可以酿酒 种子富含淀粉可以用来做菜 波罗米树树形整齐 官大阴浓 是优良的绿化树种 它的木质坚映 颜色发黄 用它做成的家具非常漂亮 尽管波罗米用途广泛 但最受大家喜爱的 依然是它鲜甜的果肉 那我们平时如果去超市 选这个波罗米的话 什么样的波罗米果肉是好的呢 这里中那里 主要从这几个方面看 一个是果包的颜色 尽量显金黄色的 还有一个是看它果肉的厚度 也厚就也好 那个果的质量就也好 薛洪胜是系列农场 生产经营部的管理人员 二十世纪末 海南对本地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 由原来单一的橡胶种植业 改变为以橡胶为主 热带水果为辅的种植模式 海南本地产的波罗米是一介果 在十五斤左右 从马来西亚引进的波罗米可以收获良剂 通过河里的羞汁 肥水以后 四季都可以采摘 二十世纪末 中国便开始从马来西亚引进波罗米芽苗 从那时起 薛洪胜便一直从事波罗米的种植和种苗培育 那当时从马来西亚运过来说 培育的话 是运的是种子还是果实 还是什么其他的 都不是 运的是个牙条 牙条 可能是这个比较专业的 牙条怎么 像这样子是牙条吗 是这样的一个枝条 就是 你看这样一个枝条里面 它是有一个牙点一个牙点的 你看这个正在冒牙 对 看到了 它自从马来西亚运这样一接 跟它长那么粗的时候小苗 然后就把这个牙条的牙切下来 加接过去 对 薛洪胜说 牙苗的引进并非一帆风顺 当时从马来西亚购买的牙苗都是空运过来的 20世纪90年代落 马来西亚到海南没有直飞航线 几经辗转 到达海南时牙苗已经枯萎 嫁接成活率不到10% 后来随着交通环境的改善 牙苗的运输越来越快捷 单州陆续培育出了马来西亚一号 二号等五个新品种 这片果园属于西连农场的种植园 西连农场拥有3000多亩波罗蜜种植园和100亩波罗蜜种苗基地 是海南波罗蜜最大的生产基地之一 去年仅种苗就买出了20万株 如今整个海南的波罗蜜种植面积达到了10万亩以上 刚刚我和薛老师在田地里面站了一会儿 就有收购车过来收这些波罗蜜了 哪位是老板呀 这收购的老板是哪一位 你好你好你好 多久过来一次 隔天吧隔天吧 隔天就过来一次 可是这波罗蜜能成熟吗 隔天就过来 我们在树上已经选好 够老的就成熟才宰下来的 不老的就留在树上 那您是从哪边过来的 广东那边 广东那边 可是广东那边不是也有波罗蜜 为什么要来这边收购 那边少 海南才是主产地 现在主要市场现在都卖这个品种 黎坤福做水果生意已有近十年 他说马来西亚一好形状饱满 果肉金黄 在市场上最受欢迎 他每个月都会来丹州采购八十万斤波罗蜜 随后销往全国各地 今天这辆大卡车能装三万多斤波罗蜜 如今除了各地的收购商前来采购 果肉们还通过网络来销售波罗蜜 网络上销售的话他们的要求小果 小果的话也大概十五到二十斤左右 这样呢就是在网上销就好销 源自马来西亚的波罗蜜在海南落地生根 最终接触了丰硕的果实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 海南岛西线上的重要中转站 丹州优越的地理位置 独特的气候优势 让来自不同国家的热带植物 在这里汇聚生长并交流出去 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友好合作的见证 有波涛的海面 就有方帆 方帆连成片连航不孤单 我等住院用诗书相传 每一句都是爱的起点 朋友之间坦诚相见 有福同乡 有难同胆 有福同乡 带着心穿越万水千山 千丝万缕紧紧相连 就注定了你我相见的今天 心就不停在旋转 时间每一秒瞬息万变 因为有你就没有他乡 我们同在一个家园 家园 探访海南西海岸的昌华港 了解四路渔港的今夕过往 昌华江入海口 感受渔民们采收的喜悦 夕阳西下 落日荣津 探访美丽的东方市八所港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 第139集 昌江两岸换新年 敬请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